嗨,大家好,我是肉妮 今天带来的视频是2024年HCL上最新的百万赛里面第一天的第一手大底池 这个比赛呢,大家买入都是100万美元,盲注是5001000美元 所以每个人棋手都是1000个大盲的深度 去年的汤姆端也是在这个比赛里面赢下了电视历史上转播的最大底池 翻牌前,Peter在枪口口袋10 open 4000 Steve在cut off Ace Jack同花持跟注 直接导致了汤姆端94同花在大盲跟注 然后大盲也跟进来,一个四人底池 翻牌446两张方片 Petercbet了不到半尺 Steve这里听那次同花,他只是跟注 汤姆呢,这里三条四基本上都是要raise了,打到了36k 大盲的武器两头挺顺 这里他如果跟注的话呢 第一是不知道会不会再被后面的人再raise出来 第二是现在已经有叠牌了 所以他跟进去的话,也不知道中了的话会不会大 所以这里就是应该气掉了 Peter一个抄对,这一枪肯定是要跟的 Steve也跟 转牌从天而降一张十 Peter中了大的Full House 都过牌到了Tom Tom肯定是要继续开枪拿价值的 打个76k,也就是60% Peter想了一会儿,继续跟注 Steve这里纳斯童花也弃牌了 也是同样的道理 因为有叠牌存在,他没必要 这就是所谓的反向培率 就是合牌上你不中还好 你要真的中了童花才是灾难 大家看到他其实已经是0%的胜率了 合牌一张红桃二,有顺子的可能性了 Peter继续过牌 Tom肯定还是要继续开枪拿价值的 因为这里他自己存在听花失败的可能 所以Peter如果是个抄对是有可能会抓的 Tom又打了一个60%的底持,也不大 其实Peter都不需要是抄对 比如说有个10,或者口袋对 甚至只有一个6 都是有一定可能会抓的 Peter在想的过程中呢,有很多的面部表情 包括转牌上跟注的时候其实也有 这一点我们等会再说 这里他想了一会推出去了4叠红筹码 上面放了一个25k的灰筹码 然后推出去的过程中呢,最后一叠这个筹码倒了 他就开始慢慢的往上放 Tom呢本来一开始啊 他下注之后,等着Peter来抓他 自己是一个pokerface的表情 在等着拿价值 结果看到Peter Chakris出来 满脸的惊讶 意识到自己的牌可能不够好了 然后他就进入了很长时间的思考 他在想的这个过程中啊 不停的换姿势,几乎成了一个表情包 期间还在偷偷观察Peter 因为这个牌面5张牌都比较小 而且Peter是枪口open的 所以假设他最多只能玩同花隔张的话 那么现在方片35是一个顺子组合 24枚花,46枚花 是两个fullhouse组合 加上所有的口袋6口袋10 一共6组 所以一共就是9个组合而已 表面上看Peter的强牌组合很少 但是其实呢 他的诈呼组合也很少 要知道Tom在翻牌上是race过的 然后连开三枪 展示出来的牌力已经非常强了 所以Peter如果去chakris诈呼的话 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这里其实属诈呼组合 实际上帮助不大 这个时候我有一个专门处理 针对现在Tom尴尬境地的理论 这个理论我在第97会员视频里面 和大家分享过 就是说在一个有攻队的牌面上 无论是几人敌持 也无论这个攻队是在哪条街上出现的 只要三条街上都有人打的话 那么合牌上有人下注 然后有人再race出来 那么绝大部分时候 这个人都是比三条大的 很有可能是个fullhouse 如果牌面有铜花和顺子可能性的话 也是有可能 反正都是比三条大 我再重复一次这个理论 他需要满足的三个条件是 第一排面上有攻队 第二三条街都有人下注 第三合牌上有人打 然后再被race了 我必须解释一下我这个理论 首先我承认这是一个非常无脑 而且过度简单化了的理论 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正确 但是呢 其实所有的poker理论 都没有百分之百正确的时候 就是说在我的经验里 无论是我自己打过的牌局 还是我看过其他的职业牌局里面 这个理论至少适用于80%以上的情况 如果是一个普通牌局 就像现在这个桌上 其实职业牌手没有很多 那么应该有90%以上的情况适合 有些观众呢 可能自己打的牌局里面千奇百怪 比如说牌局级别非常小 大家都玩得不认真 集体所有人都特别爱炸火 或者对手是个新手 觉得自己有三条就巨大了 那么这个数字从90%可能降到80% 但是最多我也就给到80%了 那么普通牌局里面 那10%的炸火频率在哪呢 是有一些可能水平比较高的玩家 或者职业玩家 有比普通人稍微高一点的炸火可能 或者说存在一些上头 或者很疯狂的玩家 但是呢 基本上也就10%不能再高了 换句话说 就是我认为在一般的牌局里面 对手这样瑞斯出来10次的话 可能只有一次是炸火 甚至完全没有 那么对比一下赔率 汤姆现在需要跟注258k 赢回来一个110多万的地址 他需要23%的胜率可以跟 相当于四五次里面跟一次 在知道了所有数据之后 要怎么用呢 我的做法是 如果对手是一个我第一次见 完全不知道水平和能力的对手 我会假设他没有这种疯狂炸火的能力 但是呢 同样又不能百分之百的气派给他 还需要有一个最低的防守频率 不然就被无限剥削了 我在第57会员视频里面 也专门讲过最低防守频率 MDF的算法和意义 因为毕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娱乐玩家 他可能也是四 踢脚是Queen或者Jack的情况下 过分自信的race出来 所以在这种时候 我有可能拿着A4或者King4 这种大踢脚的牌去跟 这样呢 就自动控制了跟注的频率 这种呢 是在考虑对手 比如说是大忙的位置 他可能有Queen4 Jack4 甚至更小的4的情况 但是Peter这手牌是在枪口open的 所以他如果有4 那只能是A4没花这么一个组合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Tom的踢脚是9还是King 没有区别的 而一般情况下 如果你跟这个玩家打过几次之后 你会知道这个玩家有没有诈呼能力 而且这不是一般的诈呼 是大地池里面疯狂诈呼的能力 因为符合这种情况的底池呢 一般都已经不小了 而且这个牌面本身就属于 诈呼频率偏低的牌面 所以如果我知道一个玩家 没有在大地池里面疯狂诈呼的能力 那么我会弃掉所有的三条 包括A4 即使可能十次里面真的有一次到两次弃错了 但是我的整体胜率肯定没有20%多 所以长期这么弃牌 绝大部分时候弃对 有时候弃错 长期就是损失最少的情况 至于如何判断一个第一次见的玩家 有没有这种疯狂诈呼的能力 最靠谱的永远都是实际看摊牌 有些有经验的玩家 他可能随时随地在牌桌上 都会故意展示出来一种 自己特别松浪的形象 但是其实呢 这是他故意塑造的形象 他有诈呼 但是都是在小底池里诈呼 从来不投大底池 这种玩家其实很多 所以经常会骗到新手 让人觉得他好像愿意炸火 然后在大底池里吃你一桶 唯一值得相信的 就是我们亲眼见到的 他真的偷过大底池 而只有当我认为这个对手 有疯狂诈呼能力的时候 我才会提高跟住频率 可能会拿King4 或者Queen4考虑一下要不要跟 因为防止被剥削 但是依然不能过度抓紧 因为这个牌面 不夸张的说 几乎所有人类玩家 都是过低诈呼频率的 完全没有必要做到 所谓理论上的最低防守频率 大家现在也能从 Tom一直变化的姿势 还有表情里面 看出来他有多难受 最后呢 他真的跟了 其实我期待 他是能弃掉这个牌的 直接贡献了当天 第一个超过100万美元的底池 在事后的采访里呢 Tom说这手牌 他打的确实不好 他也知道理论上 这个牌是应该弃的 但是他有一些 其他的跟住的原因 不过他没有仔细说 这种信息 他肯定是不会公开透露出来的 那么让我来猜一下的话 我认为就是一个 现场独人和形象问题 在我自己看的过程当中啊 我觉得Pieter中间 有很多微表情和小动作 比如说他转牌跟住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是大副house了 但是显得非常的犹豫不决 还有在合牌上 看到Tom下注之后 他有歪头撇嘴等等 这种表现呢 其实从第一层逻辑来说 其实是一个强牌的体现 但是呢 他又演得很好 让人判断不好 他是故意演的 还是真的犹豫不决 包括他把所有筹码 推进来推倒了 然后再重新叠起来的整个过程 客观来说 如果我坐在这个牌桌上 看到了这些所有的细节 确实可能认为是一个马脚 但是从上帝视角来看 发现这其实他是fullhouse 那么很明显 他这些都是有意做出来 故意迷惑对手的 也就是故意给的 所谓反向马脚 这也是我经常和会员们说的 因为马脚这个东西呢 正的反的很难判断 所以有很多时候 我会劝大家 尽量减少关注这些东西 因为这些信息呢 可能会和GTO理论上 应该怎么做 是完全相悖的 我也做过两期会员视频 专门聊线下马脚的问题 应该如何对待一些马脚 我估计呢 Tom也是有可能 因为这个中的招 OK 那么今年的百万赛 和去年很不一样 去年的前两天比赛 都非常的无聊 而今年的第一天 就有很多的action 光这个第一天 我可能就会做三到四期视频 后面还会有好几天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但是我相信 也会有其他值得讨论的牌 而且Tom呢 应该会四天都打 那么后面 我们慢慢的做成视频 和大家聊 我们下期见